妹妹姐 怎麼看這部分現在畫面都出來了 是不是有出現這樣的情況 衝進去的是川普的支持者嗎 還是有一個叫做什麼恐怖組織的 什麼安提法嗎 我先講 這個大概是創美國歷史上最多人數 上百萬人的群眾運動 簡單講就是大選的疑雲 不只是主流媒體封鎖 所有的法院到今天為止 連一件的實質審理都沒有 已經有上萬個證人出來了 所以人民有很多的積怨 那現在這個擦槍走火 這個整個的爆發的事情 現在事件是一面倒 那我們也看到兩黨同聲選擇 甚至於拜登已經說 這是本土恐怖分子 那麼所有人注意 報導都說 主流媒體都說 這個是支持川粉 川普的川粉的瘋狂作為 美國民主蒙羞的一頁 這麼快就定義下去 但是請問一下 這裡面真的全部都是川粉嗎 還有這裡面有沒有一些詭異的值得推敲的地方 我們剛剛看到 這裡面有講平常就有幾千個國會警察守在國會山莊 那我才告訴各位幾件事情 第一個 以這個美國的一個這個共和黨的眾議員 他叫布魯克斯講 他提出四點證據出來 他說 他說禮拜一的時候 就有國會議員跟他說 國會警察跟他講 有呢會非常緊張 有大量安提法的人要過來 然後呢那個他的同僚跟他說 你這幾天不要回你的公寓 你就睡在國會大廈 他就連睡了四天 所以已經有人提醒他了 然後第二天又來了 就已經有請資了 我告訴你另外國會議員跟他講 有國會警察跟他說 有安提法的人會混進來 而且穿著支持川普的衣服 因為安提法傳統上是黑衣黑褲 可是他們會偽裝混進滲透 叫他要非常小心 然後另外國會警察跟他說 你不要離開國會大廈 你就在這邊 好 那我請問你 大家都知道有安提法 這個高度高度敏感的案子 而且已經國會要決戰了 包括極右的也會來 極左的也會來 大批的川普的支持者也會來 你的國會警察警力 怎麼會這麼薄弱 這裡面大家又被發現了什麼 你知道嗎 包括特區的警察 包括華盛頓的警局 包括國防部居然沒有橫向聯繫 然後幾個要塞口 人力薄弱 尤其是我們剛剛看到 我們這個這個 video裡頭 我們看得出來很清楚 就在離國會大廈最近那個階梯 本來不是有柵欄嗎 請問一下 現場的警察你為什麼把柵欄打開 然後讓人進去 直接打開 你看嘛 警察直接打開 我們在畫面上看到 大家有沒有看到 裡面還有人說過來過來 有沒有看到 進來進來這樣子 進來有沒有看到 所以你知道當場有川普支持者 就很生氣說 是警察叫我們進去的 OK好 那這裡面我就要問了 你是現場你們自己太大意了 警力薄弱 認為寡不敵眾 所以乾脆讓人民進去 還是這是故意設的一個局 因為在以前台灣的美麗島事件 大家還記得嗎 有變衣刑警混在裡面全衝報名 還記得這些事情嗎 有沒有可能 這不知道 但是布魯克斯這個眾議員說 他認為這裡面有安提法的精心策劃 另外一個眾議員 他叫做蓋茲 他說什麼 他說美國的華盛頓時報報道 有一間人臉辯識公司 提出了大量有力的證據說 這裡面有困了很多安提法的人 好 我們來說 有照片有真相 有圖有真相 證據會說話 各位來看 這個帶狗頭的這個家伙 這個人去年在黑命貴運動 亞利桑那時候暴動裡頭 他就是在其中 就今天他畫魂 這個搖身一變變成一個 這個你看喔 當初暴動他是這個樣子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黑衣 安提法傳統服飾有沒有 你看 也是一樣 可是他算戴著面具 可是衣服不穿黑衣啦 有沒有看到 然後他拿著什麼 他的旗子他變成什麼 他變成是我的總統叫川普 他變成川普的支持者 好這一個 另外一個非常有趣 大家在看這一個人 一個大胖子 請你們注意看他手上這個刺青 這什麼你知道嗎 各位這是個標誌 什麼樣的組織啊 這鐮刀 我告訴你這叫安提法的標誌 就安提法標誌 安提法標誌 鐮刀跟鋤頭 這安提法的標誌 這個刺青被人出來 好 再看 這是他們在國會山莊的現場 突然間 他們變成川普的支持者 安提法這個組織 我告訴各位 他是安提法斯斯 反法西斯主義者 那事實上在黑命貴運動的時候 他們有很多的暴亂事件 川普曾經一度考慮 要把他們宣布成恐怖組織 他們跟川普是非常對立的 那麼在 他是非常的極左派 那在民主黨內部 極左派勢力 這一次其實壯大了蠻多的 那當初的黑命貴運動的時候 說實在話 包括拜登 包括所有民主黨人 沒有譴責過安提法一句話 甚至 Nancy Pelosi還表演當眾下跪 主流的媒體 也從來沒有譴責過安提法 甚至叫大家同情他們 好 所以我今天要說的是 這一切的一切 它是一個災難 是一個悲劇 但是在這後面 到底第一 有沒有一個精心的策劃 為什麼這個門就這麼輕易的打開 為什麼警力這麼樣 佈置得這麼樣不足 那為什麼安提法混激其中 可是一切都還沒有查清楚的時候 就大家急著要定義說 這個叫做川普的支持者 這個就有一個標籤化的效果 那個效果是什麼 支持川普人都是暴力 甚至是本土恐怖分子 甚至對 放話說 對川普用煽動罪來起訴 那這一切老實說 有沒有政治鬥爭在裡頭 那當然我必須要講說 最後我要簡短的講 川普他當然必須要負一些責任 因為你把民眾召喚來 你錯了的一點是 你雖然之前他要叫大家 要不退縮 然後也有講要和平 可是他真的缺乏群眾運動 我就分享一個經驗好了 你知道嗎 我們過去走街頭的時候 眾將 我們都怎麼說的 和平理性 等一下不要有人亂衝 有亂衝就是國民黨的撩壁了 我們會講這句話 撞下去就國民黨撩壁了 大家不要讓我們撞下去 你如果那個時候有Antifa要來的 這個混激期間 你先跟大家講 你先把這個話說出去了 我覺得會有一些一定的 他們親呼了 川普陣營可能親呼了 因為他缺乏街頭運動 在這裡面 我覺得我最遺憾的是 我覺得最高法院是嚴重失職的 他有兩次機會 如果最高法院公平的 因為提出來嘛 你就讓兩兆嘛 有證據指控一方拿出證據嘛 被指控一方你就辯駁嘛 至少讓事實呈現 大家心服口服 如果說川普這邊沒有證據亂講話 那至少還給拜登一個公道 他是無可爭議的總統 美國不會分裂 那如果說確實有人是舞弊的 那要神之以法 以後大家不會實隨之位 繼續作弊來得天